那我面前呢是一盆宝莲灯 这是由于疫情啊 给花柚寄过去又退回来 叶子全都折水了 然后呢 很多的花柚也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说老花柚叶子不好了 你说怎么办 我说你把叶子都剪了 剪了以后都不长 你看 这个呢 我们把那些个叶子剪掉以后 它又长了很多的头 好的话 说老花柚我剪了以后 我怎么不长头 那你肯定剪了以后不长头 那大家还记得20年前 不是20年前 大家还记得林一那个大哥 搬过来那个20年 那个老子子花嘛 都是用的这个东西叫夜狼 喷完以后呢 它爱发芽 这种抱头比较多 明白了吧臭宝 有的话说 它跟101的区别 首先它比101便宜 但是呢 它这个效果 要比那生猛的多 不信你就试试啊 别的也没啥 就给大家分享这个事 现在夜狼一号的一个价格 还是比较稳定的 估计到明年 会大幅度的一个涨价 因为这种新产品 一面试的时候呢 大家都是比较新奇 而且呢厂家给的力都大 所以说 臭宝们 你们下手要趁着啊 夜狼一号 是完全可以取代 其他同类型的这些产品的 而且价格也不贵 30毫升29块9 50毫升39块9 100克的 就100毫升那个才 49块9 比有些个市面上的产品 便宜了一倍的价钱 别的没啥了 虽然花儿梅在养花的时候 遇到姜苗啊 不长一叶啊 都可以尝试性的去搞一搞 不是老花一 养花最软意 白了白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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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